在什麼情況下,玩家可以進行交易呢? 你知不知道你答問題,多數是私人 第一版是看香港,這個太好笑了 我記得我有看過說明書 好啊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我是EG 今天找了阿Kin和Hi 到底做些什麼呢? 你們還不知道 前期ROG寄了一個大伯傭給我 我寄了很無聊,然後就開了說明書來看 真的很無聊才會開到說明書來看 我很怕你說不會玩大伯傭 對 我覺得他的智商比較不適合 一開玩笑 我想說的是,看完說明書之後才發現 大部分都是玩錯大伯傭 很正常的 對,你們好像很厲害 在這個時候跟大家說第一個誤解 這樣的大伯傭,你平常會玩多久? 幾個小時 吶 嚇事了 不是幾個小時了嗎? 因為正常來說,過半小時至兩小時 就已經搞定成場賽事了 我以前小時候玩到大,都是玩六個小時或以上 那時候大伯傭已經是被唾棄 因為玩得太久了 糟了,一定解釋 以前小學,你考完試,等排卷、改卷 中央時間回到學校,真的是純玩而已 沒有加少了,我是協和小學 你們是不是... 你們沒有的? 小學很想起 第一課後出來玩,玩了放學還沒玩完 那就是看完玩法之後,發現原來有很多玩法 就是大家都是玩錯了的 實質是很快的 那這次就會搞一個... 百萬... 百萬富翁 還沒說到 什麼百萬富翁 所以,例如明星宴新年 大家會玩board game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考慮玩回大富翁 但當然要看完這段影片 告訴大家大家記錯了什麼玩法 所以這次就會有這個... 是富翁常識問答比賽 好 那這次的玩法比較激烈 如果你答對的話 就會有支槍射他 如果你答對的話,支槍就射他 哈哈哈哈 那你們呢? 我是主持 我兩個要請我們拍這段影片是... 做我們 那如果我待會答對的話 我們兩個 可以拿紙箱四個主持 你要答對的話,不可以射 那如果答對了阿芬 如果你們平手的話 如果你們平手的話 在A 哇!沒有! 那一人間你答對阿芬有一分 最高分的人就可以拿走這盒大富翁 如果你們平手的話 這份就會寄給觀眾的 哇!好爛! 這個方便好了 讓觀眾開心 所以如果你們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有這盒大富翁的話 記得看到最後你會知道 Giro準備 哈哈哈哈 那是搶答題 搶答題現在開始了 是 第一條 第一條 大富翁有多少年歷史 A 2402年 B 58年 C 86年 D 94年 猜 你們不是認識嗎? 我猜 C 錯了 是正確的 我本集都打算不是C是D的 真厲害 你懂不懂答問題 多數是C 哈哈 第一版的大富翁是1935年11月5日發售的 真的很久歷史 對 老的我們三個加起來 G 他很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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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的旗就分別有 頂針,大炮,燙豆,帽子,鞋子,油輪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那一盤 而這次我開了這個ROG裡面的棋子 就比較有趣 它裡面是會有Mouse,電視卡,機箱,Malabot 你知道嗎?我這個初初我以為是螢幕 這個不是螢幕嗎? 原來是Malabot 哦,它插進去 對,它動起那塊 這個是山熱氣 這個是山熱氣 不是風扇嗎? 這是什麼? 這是自動卡 我的Gamer 我沒有自稱Gamer 第二條 行第一圈的時候 到底可不可以買地呢? A,可以 B,不可以 C,要課金收買銀行才可以買得到 B,不可以 哦,B是不可以的 來 C呢?沒有B B,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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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公平 好公平哦 你看看你先讀完 好,先讀完 好,先讀完 在什麼情況之下 玩家可以進行交易呢? A,不可以交易 B,不夠錢給那時候 C,當有人經過起點的時候 D,其他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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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一個人破產 只要一到你的回合你就可以跟別人交易 真的?我完全不知道 我認親大陸 總之你能說服別人買就OK的了 你很不相信 嘩... 真的 不過我以前玩開都是等很久 第四條 好 第一版在香港... 這個太好笑了 第一版在香港賣的大富翁 叫做什麼名字呢? 沒有選擇 有有有 哇...死我 不能選擇 A. 財源廣盡 B. 大富翁 C. 地產大亨 D. 能重造 時光只需倒樓 一句話就足夠 叫阿爺買多一點樓 2. 還有阿爺 李嘉誠新手體驗包 一句吧 請 C. 地產大亨 YES 香港了是不是? 大富翁 收買一字 扮不過可以買 不是...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當時他是叫財源廣盡的 不是吧 怎麼猜 他怎麼這麼好笑 我應該要想到這裡 應該是這麼好笑的 是呀... 我有說到 不用漏我小口 是呀... 隨意不說實 我買了17元 那時候就買了17.5元 是很貴的 很貴的 1973年才正式改名做大富翁 下一條 多選題 以下關於建屋 哪件事是對的呢 A. 看自己答地 B. 隨時隨地 不用等下星期 C. 有錢就任性了 想起多少都可以 3 2 1 1 BAM! 多選 你直接答 B. 同C 哦... 不好意思 對... 不要射我 他自己沒有答 對的... 這就是第四個誤解 是最大的誤解 因為是最浪費時間的 會令整隻機器變得最浪費時間 但我玩的時候 都以為真的要去自己的地方才可以 這個真的很浪費時間 隨時隨地都可以 不需要踩回同一塊地 只要夠錢 你喜歡建多少都可以 不過就要平均分配 不可以集出同一塊地 要1 1 1 2 3 3 4 3 我現在才知道 下一條 在什麼情況之下 銀行會進行拍賣呢 因為這也是很影響遊戲進程的一件事 A. 有人踩到空地 而那個人不夠錢買 B. 有人破產 銀行就會拍賣玩家的地位 C. 幾個人想起屋 但銀行不夠屋提供的時候 B. 以上計票 E. 以上計事 E 鞋魂墜 來吧 你們怎麼這麼厲害? 真的,沒事吧 射他吧 射了 射不到,以為是空泡 這就是第五個誤解 誤解是不買地就沒事發生 其實是有事發生的 可能會玩錯,以為踩完地 不想買,不夠錢就Pass了 其實銀行一見你Pass就會立即用 這個拍買的隆程 對,會零底,還要是零元 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所以不買地應該是比較傻的 真的有虧 除非你真的不夠錢 有趣的是綠色房子和紅色酒店 都是限量提供 爭的時候也要買 其實我也玩錯 我以為踩自己的特地才可以 真的很容易玩錯 因為大家都不懂得玩 所以也以為玩快 就很多人到處傳 大家都錯就對了 下一條 剛好擇飾停在起點高 會發生什麼事呢 A.倒扣200 B.很慘,沒有錢拿 C.正常地拿200 D.拿零元 400 321 哇 下一條 拿200元那個 你又對 真的對 你也很聰明 這個我記得我有看過說明書 哇 你看說明書就正是看高 200元,這個是什麼時候拿 這個就是第六個原因 就是踩起點會拿雙錢 這個也算是一種官方認可的變體規則 不過正確來說 就是拿200 其實也不錯 起碼不用踩到山頂的時候 就賠到合家富貴 也是的 下一條 坐牢可不可以收租 A.可以 坐牢也可以 OK,有人權的 B.不可以 只可以收便宜 C.收一半 和打和輸一半的道理一樣 哇,下一條 B. 噢 B. 哈哈哈哈 他可以照收租 對 答案是A.都可以收租 不可以 死了死了 輸了輸了輸了 哈哈哈哈 不要緊,還有兩條 這個就是第七個誤解 就是坐牢真的有人權和好處 還可以一起拍賣 就算坐牢的時候 要拍賣都可以一起拍賣 玩到後期 原來人人都搶著坐牢 是啊 好像是 他踩人的地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坐牢 哈哈哈哈 找到背胸的時候 不好意思 接下來都是多選題 乘上題 關於坐牢有什麼是對的 這次聽清楚 A.連續摘三次孖式就要坐牢 B.貪牢是要放下20元 C.收買 給50元銀行就可以出獄 D.被人送去坐牢的時候 經過起點 可以順手拿D-B 啊 啊 啊 這樣怎麼算 A B. D A A是不錯 好棒 YES B.是沒有在裡面的 哎呀 只有A和C A是連續摘三次孖式就要坐 他直接飛過去根本就沒有一下 C.就是給50元銀行可以出獄 對 也不會有飛過一下 他直接 對 他直接是哪一個A 其實摘到孖式可以免費再坐多次 期間所有人都不給起屋 但如果連續摘三次孖式就要坐牢 這個世界是很黑 有錢就帶了 給50元是真的可以立即出獄的 真人比 真人比 當然可以 吃 C. C. 如果運氣好 很窒的孖式都可以出的 嗯 這個就是第八個誤解 就是坐牢後就吃完廢餐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運氣不好 其實坐牢後三個回合的 都是依然要給50元才可以走出去 即是那個監獄不收留 他不收留你 但也一定要冤枉你 給錢就走 沒錯 你想走也要給錢 因為監等飯也要用錢買 這個遊戲很黑暗 最後一條 現在是3比2 是 阿軒反身就靠協號 為什麼按住 ABC 踩到免費泊車 Free Parking 時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A. 沒事發生 B. 停留期間是沒得收租的 C. 可以得到之前全部人累積的罰款作為獎金 A. A. 沒什麼發生了 對 我想回答的 但不知道就只有這麼少題 ABC 剛才說了 是嗎 我留意到 慢鏡 ABC 我也想回答A的 哎呀 那真的要打和 恭喜你們 各位觀眾 我回答答了 答案 這副東西是女帝的 我也要先說 答案就是A. 沒事發生 第九個誤解 就是免費泊車 有養金 真的沒什麼發生 這個都算是另一個刺激的變體玩法 但會開場的遊戲時間 還有令到銀行的破產率真高 怪不知有個答案 剛才是李嘉誠新手體驗法 銀行都不夠他玩 那這一副呢 其實都是會送給你們的 真的嗎 真的 打和 Super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排了很多槍 對 這些小事 我覺得打和是應該要射他的 你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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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 觀眾不用灰心 其實還有三副會送給你們 這麼好的 大家 這麼好的 請大家只需要在留言 跟我說你想要的話 我就會隨機抽三個觀眾出來送給你們 這麼好 真的很好 為什麼 又整 這個其實是下輪一千片的ROG大富翁 他特別之處就是 只是整給香港地區 就連台灣他們自己都沒有 哇 真的 台灣自己的主機地是沒有的 裡面有很多電競電腦 電競的電腦東西 例如有某些地段 叫高燈 叫黃金 活動期間 只要在ASUS 或者在ROG購買我們4000元 他就會送這份大富翁 哇 希望大家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以後玩大富翁是有得著 我有沒有錯文 哇 我沒有錯文 至少不要玩錯玩法 因為如果不然的話 真的像玩大富翁玩5、6個小時 大家一定會 太久了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你們就不會了 很感謝IHINNAMI HIDI今天上來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的Facebook IG 我就分享一下影片 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走了 走了 沒有了 哈哈 嗯 哈哈哈